哈喽大家好,我是在老公的猫,欢迎回来 今天的视频呢,我想 今天的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关于如果万一假如假设万分之一 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可能下 假如你的高考万一不小心就那么低 稍微手一个滑或者说怎么低了 考的不是特别理想的话 那么你的下一步要怎么办 人生并不是只有高考 虽然说我在之前的事情里面讲到了 高考很重要,学习很重要 一定要好好珍惜机会 一定要扩步向前 可是你不要忘了人生不是只有高考 对吧,是的,没有错 那如果并不是非常满意的话 那么我作为一个留学党 非常非常的给推荐 给大家推荐留学的这条路 而且我作为一个日本留学党 我自然也给大家推荐的是日本留学 为什么呢? 请细细听我道来 日本留学呢,首先它能相对而言的 考上一所比较好的学校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日本的留学生考试和中国的高考的话 很多人说没有概念 那我只能说如果你是在北京上海那样的城市的话 我觉得你乖乖留在中国参加高考可能要好一点 因为你的这个地域优势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选学校的时候的优势 你那个北京上海这些省呢有更多的学校 然后有更好的教育资源 然后你能用相对而言比较低的分数 进到相对而言比较好的学校 而且呢,如果你在这个城市的生活 说明你的爸妈肯定在这个城市呢 也有一定的积蓄 也有一定自己的人缘人脉 所以说咱们说的现实一点 你能上一所比较好的学校 比较满意的学校的几率呢 可能会比较高 所以说如果你是北京上海的同学 然后成绩也不算特别的差 还不错的话 我觉得你其实留在国内也挺好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些中国的三线四线城市的孩子的话 那么如果你还同时面临着高考没有任何的加分措施 然后自己高考分数考的也不是很高 然后自己本省的竞争压力还很强 那个升学的百分比非常的低的话 那么我觉得你一定要非常积极的思考一下 留学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即便你的家里可能不是非常的富有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家庭能够达到小康 什么叫小康呢 你父母两方加起来的收入 如果能有一个月一万块钱人民币的话 你就可以稍微考虑一下留学的这件事情 在初期升签证的时候 可能会因为收入不够 而发生一些比较难过的坎儿 但是如果这个一旦你来到了日本 你在日本的生活费和学费的一部分 你其实就是可以靠自己打工去把它给赚够赚足的 这一部分的话 我以前做了这个关于打工的相关的视频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点击来看一下 日本这边的是相对而言留学成本比较低的 而且教育水平比较高的留学的备选 当然如果你就是真的只是这次高考发挥没有发挥好的话 那我觉得你留在高考留在国内 咱们自己再复读一年 第二年能考上一所好的学校 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留学只是说你真的就觉得在国内的话 你只能上一个二本三本 甚至上一个专科学校 然后想要到国内在国外再来拼一拼 再来努力一下的话 你可以去考虑 我在网上有看到很多人会说 就来到日本之后也没戏 有可能 我不是说没有可能 来到日本之后可能也照耀没戏 你肯定要来到日本之后 要认真的学习日语 要认真的学习在日本这边留学生考试考试的科目 你要认真的去调查 你要考的每一所大学的招生的要求 并且去准备他的招生考试 你才有机会去考到那从你想去的学校 我不懂为什么有的人说 就是到日本也是白虾 或者说到美国到英国到德国到澳大利亚 到任何国家留学都是白虾 可能有的人是白虾 为什么白虾 因为你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之后 你还是那个样子 天天不学习 不努力 不认真 不付出 那当然是白虾 你留在中国你也是白虾 我觉得我说的话很现实也很真实 我觉得没有任何的问题